哇 转眼镜又是新的一年 今天是距离连夜饭 已经剩下一个礼拜咯 意味着我又是第二年在新加坡过新年 嗨 大家 我是Lori 思思 今天有谁跟我一样 是大家在新加坡过新年咧 赶快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会为新年准备了什么年货 或者去买了什么 OK 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过去在这个时间点呢 我是和邓妈一起去逛新年市集 买新年的饰品 以及买新年衣服 总之就是各种的一堆买 那么经过在第二年在这里过新年 我肯定是有一些新的感受或者是体肤 所以今天的做 依旧是要记录在这里的新年景象 或者是新年气氛 顺便为我的频道的观众 送上一份新年的仪式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最著名的就是牛车水这条街 但我不敢说是最热闹的 因为这里新加坡也是有一群一群是卖牛货的 那在这里比较是吃人情味的 一来就是这边是属于唐人街 所以是比较中国风格的视觉感受 那第二呢就是一些按摩 他要来感受一下华人的文化 所以才会买到这边 那第三呢就会像有的要拍新年主题 或者是解针才会来到这里 那基本上车水这里算是应有尽有 也符合基本人民要买的新年装饰啊 或者是年过等之类的 看到红色的罐子都觉得好有新年费哦 比往年看到更多的年糕 观众们还有喜欢吃这个吗 感谢观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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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没有白费啦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今年是第二年在林里看烟花嘛 所以官方也没有实际的揭晓 烟花分放在哪一个方向 在哪一个地点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靠原本去看烟花的那边有一大片的大空地那边有一大片的大空地那有可能会看到烟花分放机会啦 所以也很感谢观众们 所以也很感恩今年看烟花的颜花还算是靠得住那在这里放烟花呢也是属于政府做的事情而我们古今那边呢是属于私人购买所以只要有一片空地给我们我们就会放到高高里那种是这个就是这里的文化差别啦 新加坡的主办当物与文化的出租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 去年我就是在家里除了剪片不然就是耍费 因为我有没有那个心情很亢奋的去过过这个春节那这里你不用担心没有活动 因为网上你会看到很多都会举办春节的活动在法纳或者是海底公园花穷以及博物院 所以你只是会担心你的钱包会被你推获得七七八八了 因为这些地方呢当然是需要门票的 所以免费的地方呢也是必要有人数的限制 OK那对于我身后的你看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关于春节活动 当然这个所谓的泡泡球餐厅你们看到一个泡泡球这样啦也是需要预订啦现在什么都要安排 那实爱有春节的固质所以要感受到那种华人的新年 兴奋在新小国这里是很厚力的可以感受得到 呀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点个赞哦还有在异国他乡过年的游子们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然后还有我的观众们也祝你们不管在哪个世界在哪个地方都平安 然后新年快乐OK拜拜我准备好过新年喽 我要跟我观众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在这里过年的观众就会看到这种财神爷很多他是讲生肖的运程 然后每一个地方似乎都会看到啦楼上不是主角是财神爷 也会放其他比如说什么神仙之类的所以很特别就是这里的一个文化记忆啦我发现啦 大家一个人不ader的那个情歌 他们在家里面记得好一些的事情 我们在家里面看出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种财神的结果重辣点 这种里面放下来 我什么下期再见 tv 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